我们叫做比如说工作表整合好了诸如此类等一下再来改我先用6聚集OK确定 第一步的话先 把它怎么样 新增 所以你会发现新增就有一行程式了 再来修改修改的话我把它改名称为第一季所以这里的话我直接把那个 部分 把这个名称改为那个第一季 第一季 那这个稍微改一下我的输入法 第一期OK好 再切回来 切回来之后的话呢有不要放在 A2好了然后Ctrl Shift加end 再Ctrl C 再切过来 大概流程是这样切过来之后的话 那我们先在这个上面 假设我先打上个第1季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先把第1月好先打个1月 然后在油标放下来 然后Ctrl V贴上 那再来Ctrl向下 移到下面然后再希望怎么样 再希望 再下一个 下一个之后的话 再切到2月 然后过来也是在输入2月然后把资料放过来 假设我们今天的需求这样 可是 剩下的部分的话其实可以把他跑个回圈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先停止一下 OK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录制下来的聚集 在聚集里面的聚集 编辑一下看一下 那基本上 我们看一下 刚刚的录下来的这个部分 在这里撰写 然后我先把字放大一下 看的很辛苦 OK那首先的话 假设今天完全没有工作表的话 你会发现 他第1行就是什么 特别至于 之前用很多 储存格的话 这叫做Sales 对不对 可是在工作表的话 一样要加S 就是Shit 然后.add add的意思就是新增 新增在哪里 After 那你会发现 在 Shit 后面刮一个 Shit.com 那Shit.com 那就是说 在 总共有几个 比如说原来有三个 那 你还没add之前 是三个 add之后变四个 那也就是说我在 新增的时候 新增在哪里呢 新增在最后一个的 最后一个的 后面的意思 那Shit.com的意思是说 假如 这个是活的 假如你工作表有几个 他就会算有几个 那原来 123月有三个 所以在第3个后面就变第4个 那工作版名称的话 特别注意好 那我要修改的话 特别注意就说 这个地方 其实 这行其实可以删掉 就是Shit.com 刮虎点 这个可以删掉 因为我们 其实直接可以把名称改过 那改过的方式 特别注意就说 因为他新增的工作版名称 是叫 工作表 2 不过呢 如果你将来 录制聚集 不见得 每一次 新增的那一个 工作表 都一定是 工作表 2 有可能 工作表3 45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将来 这个部分要做成活的 不是死的 那你可以用一个方式 把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 Shit.com Shit.com 也就是说 在Shit 特别注意 Shit光湖里面呢 你可以给两种形式 一个是给数字 一个是给工作表名称 那也就是说 如果给数字的话 他的 税率